台北松江福伦社的社友们 平日忙于事业和工作 特别利用假日进行社会服务的工作 来到了花莲为弱势户来修屋 福伦社友 今年度特别来到了丰滨秀林 进行两户的弱势身障户的施作 重新改造他们赖以生活的家 让弱势户住的安心 营造了温馨祥和的社会的气氛 家住在秀林独居高龄肾脏者 邱阿贝本身离爱糖尿病 加上钢癌功能不佳 需要定期就医 因此体能限制的因素 仅靠减时回收维生 每个月换取1000元 仰来社府团体 以及邻居友人自助物资入日 屋内凌乱减漏 未平凡开放式空间 仅床部以及简单的家具 可简单烹饪 但无浴室厕所破损不堪 窗内有破损以及后置来补贴 住家环境相当的恶劣 却阿贝完全无力修缮 台北松江福任社 透过社传法人 花令县持修计算协会 通报求助的讯息 福任社实地采访之后 发现独居阿贝家中没有浴室 仅在屋外水龙头冲澡 冬天西澡更是难题 灯座电线裸落在外面 门窗玻璃长坡不堪等种种危机 这段时间从入社到现在呢 我们都来到花莲来做 亲手做服务的这个活动 那今年的我们就是 敬老关怀 弱势团体 那依照往年的一样 有了经过了一个场刊 然后回到社里面来做一个规划 同学上来做执行的动作 那这些活动呢 就是让我们社友亲手的下去做 然后让社友有感动 然后也往后 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下去 持续的做这个活动 那目的呢也是希望说 改善一些弱势族群的 居住环境生活品质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社友 全力的社友来 大家一个团队来持续这个活动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年的 社区服务组委的规划与协调 社长李建平 代言着有水电修缮专业的社友 一行人远从台北特地前来修缮 帮助弱势户建造浴室 更换照明设备 以及修补门村 一点多天的工程 在大家的亲力亲为之下 帮助去阿培 重新打造一个温馨的家 也要让其他社友知道说 亲手去做补物那种辛苦跟感动 虽然说大家都很累 可是做完之后是蛮有成就感的 尤其是上一次看到这个老伯伯 看到我们来帮他修缮房屋的漏水的时候 他感动的掉下泪来 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动的 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经费的筹措上面 倒是还蛮顺利的 除了说我们设的捐助之外 那我们也是响应这个服务人的基金 去申请到了这个地区奖助金 结合这些的力量 来完成了这一次的一个工作 139协会理事长社会员表示 若是乎发生在步步付出的生活问题 市场需要外里协助一起渡过难关 实际感谢秀赛的松江福人社 辛苦的付出 重新改造赖以为先的家 让若是乎祝他安心 营造温馨祥和社会 敬老关怀福人群 松江福人赞赞赞赞 记得学乡与学江湾道